张铭 男39岁湖南人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硕士 军事教育训练专业 亲爱的各位嘉宾 尊敬的12位老板 人力资源专家 心理专家 涂磊老师 大家好 我是一名退役警官 很荣幸我能为国家服务20年 这20年中间 国家给予了我很大的培养和支持 那么今年我选择离开 更多的是顺应军事改革的需要 在这里我根据我的特长和优势 主要选择求职管理类和培训类的岗位 谢谢大家 三十几 二十多年 二十整年 二十整 十八岁参军 十八岁参军 从一名普通的战士 走到了副营长 三十九岁 转业 然后换一个环境 要重新适应现在的职场 其实挺难的 这个我也考虑到了 对吧 我之所以选择自主作业 我就是寻求一种契机 什么契机呢 由我社会身份的价值 社会价值转变为市场价值 转变为由保卫国家的价值 转变为经济建设的价值 但是大家都认为你不行 对 大家都认为你可能这么大年纪 突然之间闯入职场 没多大的希望 我想说的是 很多时候呢 转业和或者是人生的转型呢 它不一定要华丽 但是它需要我们一份执着 这份执着也许没有结果 但是我相信在我身上 能够折射出 让你们有所不能企及的东西 刚才张明说 他面试的是管理类和培训类的工作 因为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有独立处理过 数起危机事件的经历 有过千人规模的 专题教育的组织工作的经历 有千人以上的文艺演出 和歌勇比赛的经历 所以你总结一下 你能力体现在哪 我的经验是什么呢 首先沟通很重要 沟通 第二个思路很重要 思路清晰 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找好切入点 就是我们如果是一场战争 我们除了要有战略思维 还要有战术手段 你比如说我在通常思维 是什么思维呢 如果他 当他在阐述他的观点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打断 我会按着他 哪怕他是错 我明知道他也许跟我不复合 他也是错的 我会沿着他走 直到他撞到南墙的那一刻 我再跟他分析 这样不行 好 我们再回来 回到我们产生分歧的这个节点 你的成本那么高 要让企业怎么受得了 要我这样做下去 可能发挥很多成本了 又按你在穷线走 要发挥一堆的成本 我的企业快倒闭了 这样可能 成本 军人的成本是什么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二十年 工可成将 工人可以成为将师 学可成师 学生可以成为老师 但是我 从三十五块钱 到九千块钱 我何曾讲过我的价值 我们能不能为我们企业 省一点成本呢 他说我们企业要赚钱 我们企业要赚钱 按照你这怎么太浪费 当时我就一股火直接冲上来了 企业是什么 民族复兴之本 但是所有的企业 最起码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放在低位 一个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企业 我认为 就我个人而言 是不值得尊重的 是不值得尊重的 顾正 对 好 如果按照顾对的标准 像他们的坐姿 是不是都不符合标准 他们的坐姿 你来训认一下 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除了 我很看不惯的 你知道吗 我一直站着 来 训练一下他们的坐姿 坐好了 12位老板都注意了 加油 去 我们都通常说 站如松 坐如中 站也好 坐也好 它象征的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大家都有听口令 两脚并拢 两脚肩分开约60度 两腿夹紧 两手自然下垂 食指贴于裤缝中间 抬头挺胸收腹 下额微收 双眼目视前方 身体略向前倾 略向前倾 有一种往前倒的感觉 这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前倾 一是礼貌 二是一种危机感 我们人只有处理这种状态 才是精神的 报告 我们拉个歌吧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唱歌咱们工人有力量怎么样 好 各位老板都有 坐 拉歌 好 这样 我为了活跃一下气氛 大家拉一下歌 拉歌呢 我们一般是两个方阵 这样 这个方阵呢 算定为 浩阳 战狼 战狼队 这边猎鹰队 猎鹰队 猎鹰队 战狼队呢 由利总任指挥 这边有黄基明 对 由黄总任指挥 这个指挥非常关键 我先告诉两位指挥 简单的拉歌词 战狼队 来一个 来一个 战狼队 叫你唱 你就唱 下面的配属人员就是 你就唱 你指挥就说 扭扭捏捏捏 不像样 然后你说像什么 大姑娘 就这个 挺好 你是喊狗 我们来一遍 我们先练一下 来来 你指挥一下 我说猎鹰队 你们说来一个先 好啊 猎鹰队 来一个 练队队 来一个 让你唱 你就唱 扭扭捏捏 不像样 就像一个 大姑娘 好 这样这样 这边再交一套词呗 行行 这边呢 就说 12345 队员说 我们等得好辛苦 1234567 下面说 我们等得好着急 这就是刺激他们 然后 大家拍拍手 下面 分队怎么说 对面指挥在发抖 哦 那 来练一下赶紧 12345 我们等得好辛苦 1234567 我们等得好着急 还有一句呢 对面指挥员啥来的 那个 说那个 大家一起拍拍手 大家一起拍拍一手 对面 我们快拍手 抖一抖 你看你们太差了 那你指挥就指挥不好 就是各位老板呢 没有明白拉哥 到底是为什么 可能就是为了一种热闹 好玩 但是拉哥的真正意义呢 就是互相激发 互相抵立的一种作用 他如果真正理解了 他会尽心地去感受 他们在一厢训练中呢 缺乏了这种感受的话 效果不是很好 全场都有 去 跟着喊 学习雷锋 预备 走 学习雷锋 好榜样 终于革命 终于荡 爱着分明 不忘本 立场坚定 斗志强 立场坚定 斗志强 好 谢谢大家 请坐 我说一下 我的感受吧张明 好 就说其实我认为你要做一个 即行那个中高管 我认为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从今天 整个面试过程来看啊 就说 我感觉你有点不太灵活 不知道各位老板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不同意 我是持反对态度的 作为一个军人家的孩子 我对你是心生敬意 而且呢 你的价值也的确就是在 军人五条嘛 是吧 纪律言明 作风优良 军事过硬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他刚才黄总说的 所谓灵活这件事情呢 你也不必去 马上去迎合他 不过呢 你要知道 你刚才举例子和说话的方式呢 基本上就是 你的世界观 就是你的世界 它跟这块 的确有一点小小的脱节 那你如果落下来的时候啊 恐怕刚才 跟你的岗位 可能有一些变化 如果你比如落在说 活动执行 活动策划 对吧 或者是落在这个 比如说 司机助理 这个呢 可能会比 原来的那个角色中间 会更贴近 更容易到位 而且你原来的九千啊 也许可以下调一点 因为你要攀登 另外一个山的时候 要从山脚下走 他对我的态度呢 认可度呢 他停留在这个军人 这个基础上 而不是对我 停留在对我能力 或者基本素质的认可上 你的第一项岗位 是做什么 我做可能 做总经理助理类的 战略思维 从这个 战略布局这个角度 从管理策划 第二个意向呢 就是培训类的 培训类 你要求薪资 底薪不低于多少 底薪不低于一万 底薪不低于一万 对 有地域限制吗 以北京石家庄为首选 我觉得张老师刚才 杨诗涂的一番话 和你的一番话 其实反而暴露出了 今天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自己的评价 和对这个社会的评价 尤其我指的是 商业社会的评价 对 总经理助理这样的一个职位 在一个你没有接触过 社会和商业的管理之前 肯定是不可能能做得了的 我们公司有很多军队来的人 做得好的一般是两个岗位 第一个就是市场的执行 但是呢 刚才杨诗涂老师也说了 您在市场上也并没有经验 那你是否能放下去 从市场的从零开始呢 可能一个月薪五千六千的市场专员 我不是说这个工资 也许我们开始就可以给到你九千 对 但是呢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身段 因为你在整场的表现 都还是像一个领导 企业请我做过励志培训 做过拓展训练 对于企业 它的框架建设 我也跟一个小企业做过 可能跟你们的企业不能比 但是我了解 因为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所保卫的 必然是要我 亲心建设的 如果我们的管理思维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 以战言喪 你听说过 以喪言这样吗 所以说 兵子兵法 用于喪战 一点问题没有 我从来没有听说 大家以利益取向 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样这样 刚才大家对你 形而上之的一些 比如说发言方式 比如说 我说过一句话 等等 这样的一些形式 的确像领导在讲话 的确 我也是这样的感受 但我并不反对说 你一定不能干 总经理助理这个职位 第二环节 我们还要考核 但是我鉴于你在 第一环节 要选择的前提的情况下 不要太自我 其实有的时候 不是能力的问题 是情商的问题 你进入职场之后 你的情商可能也要加强 这跟部队 有时候是不错的 你把这个说话 措辞稍微改变一下 可能大家就会 对你印象有所改变 那样更好凸显你的能力 你明白吗 明白 接下来再也别说 我说过什么话 我们先把问题 稍微保留一下 放在第二环节 不急 好不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十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问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性格评估 好吧 外向性 情绪稳定性 和创新性 这个方面得分是不错 但在这个疑人性方面 略低 主要是在团队 群体当中呢 可能这方面要做一些调整 测评的结果呢 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呢 你适合做行政 后勤 或者是保卫 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你说要求职要挣钱嘛 靠敬业和努力挣钱 靠专业挣钱 靠经验挣钱 靠人脉挣钱 靠钱 你是哪一种 如果确切地来说 我应该锁定在靠专业挣钱 问题来了 就是你现在的原来的专业 和你原来的经验 现在横向一步过来 然后你的那个自尊和个性呢 又有它那个生冷倔硬轴的一面 这样的话就很难契合 而且39岁了 你现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固执哦 我有意识 但是这种意识呢 中间有时候是这种场景 设置的 因为肯定我们每个人都有 心灵的灵魂深处的东西 这样一讲这样的 因为我还蛮认同 这个杨石头的一个观点 然后我能不能给您一点建议 这是我这半天 听大家聊的一些想法 因为一直听下来您的讲话呢 就给我一种人民的义里面 李达康书记的那种感觉 那我在想呢 既然您在政府或者军队机构里 做得这么好 其实有些公司 它会有政府对接的这种岗位 或者叫政府公关 有没有考虑过 这种岗位的一个出发点 而且其实这个也能发挥您的特长 你那有这种职位是吧 有 可能说对我来说挑战性不是很大 来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庞百业 你对老张有没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比较受欢迎 智商高的人让自己舒服 情商高的人让别人舒服 情智双高的人既让自己舒服 又让别人舒服 您怎么能做一个在职场上 情智双高的人 好吗 您应该有这样的思维高度 大家慎重地做出你们的选择 他的求是欲望是非常迫切的 来 第二轮选择 曲货磊 还有两盏灯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 谈前不上感情 好 来 先描述一下自己的岗位 来 我想把它放在我们的市场部里的一部分 退伍军人这个方向 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有跟机构合作 所以我在想 他可能能负责对接这个事情 我想张敏安排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我们军短 军短人才事业部的副总监 您可以问一个问题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 北京 工作地点是北京 北京 好 好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薪资超过9000的有没有 好 把灯灭了 我觉得应该挺好手的 来 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举弦网 火星时代 或者是 举弦网 火星时代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你为什么会选择放弃了 举弦网的职位跟你很匹配 对 匹配就是比较高 那你为什么选择放弃了 你像我们经常讲 这个工资呢 就是薪酬呢 代表了对你个人一种认可度 你认可度呢 就说明你今后发挥的余地 这1000块钱 正正就是对我的认可度的1000 如此而已 所以说啊 其实你现在从军队转业到地方 还是有一点点东西要适应 为什么呢 现在很多老板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就一定你进来之后看到 你有多少能力 才会赋予你多少的舞台 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老板 一定不会吝啬于一个真正有能力 能够创造价值 所以这点思想还是得放开 好吗 来 谢谢老张 再见 谢谢